大家好,我是丹妮,今天的主题是流氓熊猫,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 好,那我们在第11季的对战联盟的这一轮的高杰盟已经要结束了,那我们在最后一天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之前没有介绍过的流氓熊猫。流氓熊猫进化前的顽皮熊猫的货的难度算蛮高的,在12公里当然它能够取得,那当初我们是没有介绍它,那趁着这一次11季的对战中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好了。流氓熊猫其实在弹度上来说并不是太好,所以容错率相对比较低,那它的招式组合有点像是布皇的感觉,算是瞬间打爆对手的类型。 那么这种类型的角色大多数都逼盾,要嘛就是靠着队友强大的实力,然后趁着对手没盾的时候直接用招式打爆它,大概就是流氓熊猫在对战中的一个操作方式啦。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流氓熊猫在对战中的实力如何吧! 好,那么今天是由恒瑞再次提供影片,使用的阵容的话是妙阿花,后面有野王熊猫跟叉字符,我们来看一下。 好,那么这一场首次的对手是暗影版本的卡比兽,双方在第一招的话是同时出招啦。 那至于第二招的话,妙阿花是比较快的。卡比兽本身在吃到个疯狂植物是会喷气的。 而他的一个泰山的顶我们是扛得住,在这边吃了一个泰山的顶。 那接下来恒瑞并不急得快速出招。 目前是气氧已经快要两个疯狂植物,先用第一个。 对手这边卡比兽是保了。 那接下来我们快速的第二个。 毕竟我们第二个假如武下的藤边就能够出招。 对方的卡比兽,泰山的点还没好。 但是对手硬保了卡比兽。 不过他这边出招有一点太快了。 他应该可以直接用蛇舔把妙花给舔下去啊。 这算是小小的失误。 所以我们目前有绝对的优势,两盾。 而对手的第二个角色快速的切上来是怪力。 怪力这边快速的切上来并不是特别好。 因为我后面有一个叉字符,专门打格斗系的怪力。 好,那么这边有点担心他会用岩崩K到我们。 那叉字符飞行系会怕岩石系招式,所以是挡了。 毕竟我们两盾嘛,是可以不用省。 好,接下来看起来是打算用巨毒牙把他拿下去, 但是怪力攻击是已经过叉字符了。 这边还是吃到一个十字笔。 不过看起来是没有切齐啦,所以招式没有按出去,空气盏再次出去。 那对手换上来的是卡比兽再次上来。 卡比兽这边上来的话,叉字符是用巨毒牙。 先将对手防御力。 毕竟目前换角时间还没到。 然后卡比兽来不及出招,我们再补他一个巨毒牙。 叉字符看起来应该是能够直接把卡比兽拍下去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中途换角了。 羽毛熊猫上来,结果对手最后的角色,竟然是暴力龙。 这边招式竟然不是选择暗小海,反正是用近身战。 但是近身战打飞行系的暴力龙是会减伤的。 看起来两下的近身战能够收掉啦。 可能是想说两个暗小海刚好对手可能残血会比较麻烦。 所以快速的使用近身战直接打爆对手。 这边我们如果论DP的效率值的话,其实暗小海是比起近身战来的高啦。 不过暗小海要集到三个的话,相对的没有近身战两个能量上那么短。 所以这边恒瑞应该是有所考量。 好,最后卡比兽没有太多血量我们就拿下了。 一开始让卡比兽直接硬开两盾,是比较大胆啦。 而且我们这边是以两盾的状况下,对手切怪力上来。 差字符绝会压制他。相对的他让整个的风向瞬间倒向我们这里。 就轻松获胜了。 好,我们进入下一场。 那这一场的对手是巨爪怪。 那我们这场是绝对优势。 妙奥花能够压制巨爪怪没有问题。 我对手这边没有换角,巨爪怪持续打下去。 然后他出招那么快的是江水炮。 这个出招太快了。 如果要截到地震的话,妙奥花会直接让巨爪怪头破血流。 那这一个江水炮有点没意义。 稍微的耗损了我妙奥花的血量。 那他接下来切梅雷美塔上来。 梅雷美塔这边应该会用盐蜂出来。 盐蜂没办法收掉妙奥花。 目前血量上剩下三分之一。 好,那这边牛熊猫上来了。 不过目前梅雷美塔有两盾啦。 相对的是有点麻烦的。 因为双方如果都是要凭格斗西大招的话, 就要比蛇气量比较好。 好,对方使用一个炎崩,我们挡下来了。 然后挤到两个竞生战开始出招。 一个竞生战。 竞生战的威力是比起蛮力来的好啦。 那对手是挡了竞生战。 接下来放竞生战的时候,对手是偷到了一个电击啦。 有点小亏。 竞生战再一次出去,对手一定会挡。 目前换角时间还没到。 所以我们的盾,哦,这边不开盾。 但是我们二系是怕格斗西招式的。 结果他使用炎崩,打格斗西减伤。 但是可以看到,流氓熊猫还是有一点痛啊。 好,接下来准备使用竞生战的时候,对手又出招了。 哇,跟梅雷美塔比这个出招速度有点吃亏啊。 那对手梅雷美塔总组换角了。 流氓熊猫的招式竞生战打到谁呢? 竞生战下去之后,打到的是有抗性的尼多厚。 尼多厚本身毒是抗格斗。 那接下来很多玩家是切上来的妙花。 那他这边快速的使用一个疯狂植物。 然后再补一个藤边之后,疯狂植物第二法。 对手这边也没盾了,所以轻松的疯狂植物收掉。 不过这边出招一点算太快了啦, 因为尼多厚才放一下毒极了。 你可以再稍微练一下功,可能会更好一些。 好,在免疫的情况下遇到梅雷美塔。 但是梅雷美塔这边没有出招,我们疯狂植物再次出来。 这一场的妙花表现得不错哦。 然后疯狂植物再次下去。 虽然梅雷塔本身是有抗性的。 但是,梅雷花的威力还是足够啊。 那比CMP的情况下,妙花是获胜的。 梅雷塔最后还是用一个炎蜂收掉了我们的妙花。 然后目前没盾有点尴尬,说实在话。 哦,这边对手又来一个中途切脚挡招。 上来的是巨爪怪。 哇,那等一下叉字符可能会吃到炎蜂啊。 然后我们的迷芒熊猫下去之后,叉字符立刻上来。 面对到梅雷美塔。 梅雷美塔,炎蜂到底能够造成多少血量上伤害呢? 炎蜂出来,叉字符剩下半血还扛得住。 这边出招刚好再用一个剧毒牙。 好险目前的梅雷美塔,血量上剩下一点点。 这剧毒牙应该刚刚好。 这场其实对手都有非常漂亮的切脚挡招啦。 那一开始的巨爪怪不换脚,可能是想要让梅雷美塔扛那一个疯狂植物。 但是我们这边是没有按着势。 而对手有一个切脚尼多厚挡精神战。 再来是巨爪怪也挡了一个精神战。 相对的都是有在算气的啦。 而精神战的威力从尼多厚那边看不太出来。 不过巨爪怪吃到一个精神战,也是碰了半血以上。 那最后巨爪怪也没做到太多事情。 他制服好险有办法收掉残血的梅雷美塔。 OK,那我们进入下一场,这一场看到了巨爪囊。 哦,不过很多玩家这边是没有换脚耶。 巨爪囊是绝对压制妙花花的。 这边没有换脚。 应该是有点尴尬哦。 对方一个暗小害出来。 巨爪囊,哇,这边攻击上升两阶了。 还不换脚。 哇,这个妙花可能会直接变肥料啊。 毕竟妙花的大招在打巨爪囊被抗的是蛮严重的啦。 可以看到这间疯狂组下去,巨爪碰不到半血。 而且他攻击上升的情况下,可以直接玩虐妙花。 哦,很累的玩家这边是挡了个招式啊。 好,这边挡招的话,中途切上来是流氓熊猫。 本来是想要挡一个暗小害,但是对手是没有出招的。 但是我们这边出招速度也是很快啊。 直接快速暗小害。 巨爪囊本身是没有抗二的。 哦,他这边是保了一下巨爪囊。 冰攻击上升嘛,舍不得让他下场。 对手再一次暗小害。 但是打二根格斗的流氓熊猫,伤害量是有一点低啊。 他选择暗小害,可能是想赌一把,我们会开盾之类的。 还是暗小害。 好,这边只能说对手是赌性坚强啊。 一直想要我们赌他是铁头开盾啊。 但除此我们这边完全不理他。 流氓熊猫这边暗小害出去,逼到对手开了最后一盾。 好,那流氓熊猫这场没有太多的表现,被子弹拳K下去了。 这时候喵花再次上来。 始终不让我们的叉字符上来对付巨炎囊啦。 汪汪植物还是收掉了巨炎囊啦。 好,剩一滴血。 但是这边剩一滴血竟然切叉字符来一个挡招啊。 逼得开了一盾啦。 应该直接让喵花下去才对。 好,这边对手的巨炎囊直接把我们的两个角色打飞了。 最后的第二只角色是这个帝王拿拨。 帝王拿拨这边上来快速的出招。 但是这边没盾了。 看起来差字符这一场。 有点尴尬。 如果刚刚有盾的情况下,应该会比较好打。 但是对手这边中鼠气叫挡招。 换上来的是妙娃花。 哇,妙娃花这边上来。 纯粹的就是无聊打打啦。 因为毕竟对方的帝王拿拨血量上来不错。 这个妙娃花上来就是稍微的让我们当一下肥料。 但是我们现在血量上那么低。 也是打不赢的那个帝王拿拨。 好,对手的帝王拿拨上来。 但是,哦,竟然妙娃这边血量上是扛住了他的帕铺。 反而还用个疯狂植物下去。 帝王拿拨下去之后,帝王拿拨还在场上。 接下我们吃两个帕铺下场了。 这边的话差字符没有气了。 终究还是被帝王拿了下去了。 其实对手的刚刚那边有点调皮啦。 毕竟不需要派妙娃上来打差字符啦。 他其实让帝王拿拨温温的收缴差字符。 最后我们那只妙娃花来一个镜像对决。 他根本就是不会输的。 他反而搞到自己好像差一点输掉。 好,那一开始的巨人堂堂没有换脚。 说实在是比较尴尬一点。 那要赢也是比较困难。 好,我们就下一场。 噢,这一场看到的克里瑟亚。 噢,不过这个中途竟然是直接换脚了。 妙娃其实在打克里瑟亚算是优势啦。 因为大多数的克里瑟亚是带打草劫跟月亮之力的。 然后妙娃就属性上都有抗性啦。 这边立刻换脚。 对方会使用月亮之力啦。 月亮之力直接双克的月亮之力。 比较我们这边开了一盾。 对手中途换脚了。 竟然是阿罗阿版本的抽抽你上来。 那这边我们挤到了两个进程战。 要连续两个了。 第一个进程战,来看一下对手会被挡。 目前对方是有一盾的优势。 他没挡,直接让抽抽你喷半血。 然后这边再补一个进程战的时候, 对手偷到了一个毒疾。 进程战再次下去,对手一定会挡的。 他不可能让抽抽你直接叩半血。 直接下去啊。 但是放完两个进程战之后,防御下降太多了。 对手这边快速的出招。 这种双击炸弹叫我们防御。 哇,目前防御下降五接啊。 不过我们换脚时间到了, 刚好让叉字符上来, 把那个防御下降的效果取消。 叉字符面对到带着毒疾的抽抽你, 算是优势的。 好,对方使用一个二支波动, 直接让叉字符混合半血。 目前是没有盾的。 然后如果要用空气斬, 直接把这个抽抽你拍掉, 看起来是有点困难。 所以逼得很多玩家是, 用一个剧毒牙, 直接收掉抽抽你。 对方目前是一顿优势, 科威瑟亚还在。 而他的作为只角色是帝亚海斯, 完全压制叉字符没有问题。 那这边算是垂死生长, 使用一个剧毒牙出去。 我们在开场是让妙奥花直接换脚啦, 那他是没有气的情况。 所以等一下, 目前帝亚海斯的气量上非常满, 应该会连续的用冰锥去打妙奥花, 比较麻烦。 所以很多玩家这边还是切妙花上来。 并没有让流氓熊猫上来, 去抵挡他的冰锥。 冰锥出来。 诶, 这边血量上怎么耗那么低啊? 对手是看起来很像没砖码, 怎么会那么低啊? 好, 他再次冰锥了, 我们来看一下。 冰锥再次出来之后, 可以看到这血量差距明显的差, 很大啊。 是不是有在控场呢? 但是看起来很奇怪啊。 好, 这边女王熊猫, 上来之后熊暗消亥打克里瑟亚。 大声咆哮三个, 放一个暗消亥, 出招可以说是非常的快。 哦, 这边攻击一上升了。 但是感觉, 伺服器又卡住了。 哇, 结果对手克里瑟亚卡住了。 哇, 他应该觉得心很累啊。 感觉月亮之力应该是好了啊。 这边女王熊猫再补你干小海啊。 感觉这一场好像要输掉了, 但殊不知, 竟然, 刚刚那个lag, 导致他克里瑟亚没输掉招式。 女王熊猫持续输招, 还压到了这个, 迪亚海斯啊。 迪亚海斯, 迪亚海斯, 觉得伺服器怪怪的啊。 这场应该是稳赢的, 怎么打成这样啊。 好啦, 冰追出来。 结果打, 流氓熊猫竟然也是在抓痒。 这场感觉, 对手好像有点lag啊。 因为其实, 兵器的转, 应该是蛮好转的啦。 那感觉他出招的, 伤害量都没有出来, 应该是没有转满。 好, 那希望, 同样的一句话, 12季不要lag就好了。 你目前还是第11季啊。 等说, 但你在露营的情况下, 偶尔也是会, 发生这种情况啦。 在前几天影片中也是, 都有看到。 希望官方还是能够把, 我们的伺服器修好, 再开放第12季啊。 OK, 那我们进入下一场, 这一场看到的赌兰熊。 赌兰熊面对撞妙花, 他直接换脚了, 克雷塞亚上来。 哦, 这一只克雷塞亚很特别耶, 他是带来念力的。 哇, 所以插字符, 嗯? 插字符这边上来是在干嘛。 这插字符是自杀啊。 可能很多人的玩家没有看清楚啊, 他应该想说他是带精神利刃的, 那打草劫跟月王之力, 打插字符伤害量都不是很好。 所以这边, 插字符才是来针对克雷塞亚, 但殊不知, 结果一开始并没有看清楚啊, 对方带的是念力啊, 插字符感觉有点辛苦啊, 那念力好通啊。 看到念力版本的, 就是要切流氓熊猫, 因为流氓熊猫本身至少抗超能力系招式。 那运洋之力出招比较慢的话, 流氓熊猫的暗小害可以快速的发招, 会更有效啊。 这边很可惜, 插字符就这样退场了, 不然插字符再打独暗熊也是不错。 好, 对方的运洋之力, 逼到我们开盾了。 目前的克雷塞亚只要一个暗小害应该可以收掉。 好, 这边, 使用暗小害出去, 小害克雷塞亚挡了, 那他没盾了。 哇, 他这边脚盾是很赶的, 因为, 短熊本身是被格斗直接压制到啦。 那, 短熊只要一上来吃到近身战, 他应该就会直接往生啦。 好, 不过, 恒人玩家竟然没有让流氓熊猫放近身战啦, 这个, 啊, 有点尴尬啊。 今天这样打到, 短熊完全没做到事情就结束啦。 反正这边妙花上来, 放了一个疯狂植物, 只喷了半血。 反正还让狗狗熊可以狗言残喘啦。 好, 狗狗熊放一个暗小害。 这边还要再放一个疯狂植物, 才有办法收掉狗狗熊。 然后这边快速出招。 不过其实如果放完近身战之后, 防御下降, 那势必要切脚, 可能会担心妙花遇到克里瑟亚。 是不是回味玩家是有这样思考的。 好, 克里瑟亚这边还是出来了。 但是他来不及出招我们的妙花, 快速的疯狂植物把它收掉。 好, 就知道就要看他做一只角色是什么了。 对手做一只说定是怕妙花的。 诶, 真的是怕妙花, 做一只巨爪怪。 那这样可以说明为什么他刚刚要中途切狗熊。 因为他想让狗狗熊先上来。 那回味玩家也很干脆的选择妙花。 那当然的妙花收掉了狗狗熊之后, 克里瑟亚本来是想要收掉妙花, 至少让我们的巨爪怪不要遇到妙花。 他大概是这个想法啦。 但殊不知, 最后的克里瑟亚没有收掉妙花, 这一场我们还是稳稳的把它拿下来。 不过说真的啦, 真的是不需要这样操作啦。 毕竟我们刚刚的猿王熊猫, 插一个大神跑销就可以用近身战了。 只可以稍微扛一下, 短熊的双倍碰是没有问题。 好,那我们进入下一场。 好,这一场看到暴雪王。 哦,这边是逆风了哦。 但是其实插制服好像也是尴尬。 我会玩家是让妙花持续打下去。 那势必的, 暴雪王出招数非常快啊。 所以他这边, 气氧球一定有办法打到。 但是一个气氧球是收不掉我们。 那应该会选择温尼炸弹。 来跟他拼一把。 那当然的对手应该是会开盾。 温尼炸弹下去之后, 暴雪王果真是挡了。 然后这边暴雪王可以稍微再练一下。 好,这边对手把气氧上练到极致啦。 目前插一下就可以用疯狂猪了。 那说实在, 他是可以等到我们疯狂猪好也没差啦。 因为疯狂猪打他是减伤。 这边他是太快速出招了。 好,接下来, 流氓熊猪上来了。 流氓熊猪这边上来, 面对到暴雪王。 双方属性上我们这边占优了。 毕竟我们会晋升战嘛。 晋升战一下就可以收掉暴雪王是没有问题的。 那对方使用一个能量球, 然后中途换角了。 抽抽你上来。 抽抽你这边上来的时候, 流氓熊猪其实可以用一个晋升战。 那个晋升战可以打出去啊。 毕竟那个伤害量很够啊, 而且打带跑刚刚好。 不使用的话, 反而这边叉字符, 确实叉字符要打抽抽你是OK啊。 不过在大招部分, 我们巨毒甲跟暗影球打他也是减伤。 所以叉字符要打抽抽你其实也是蛮辛苦的。 如果你的晋升战有先打到的话, 这边叉字符应该就把抽抽你早就拿下去了。 这比较可惜的部分。 有时候玩打带跑的角色, 对手如果换角。 只要你的打带跑招式是平伤或者是有压制力的话, 尽量还是要先出来, 然后再换角。 不然真的是有点浪费掉。 好, 叉字符现在点点血。 目前双方屏盾, 对手的抽抽你还帮我们的 叉字符拿下去了。 然后这边一出来马上使用暗小海。 暗小海是有让自己的攻击上升两击的状况, 到底能不能够拼到。 诶?结果没有拼到。 那联王熊猫要1打2了。 对手的角色还是上第一只的暴雪王。 我这边并没有选择竞生战, 选择暗小海, 想要让他骗个盾。 暗小海下去, 对手完全变得利益。 然后这场有点尴尬哦。 不过暴雪王来不及出招, 冬王熊猫再次出招了。 暗小海出招真的非常快速啊。 对手没有保暴雪王, 最后一只角色竟然是自爆磁怪啊。 其实他应该是可以, 其实很尴尬, 因为他最后一只刚好怕的精神战。 如果他就算保了暴雪王的话, 最后的自爆磁怪好像还是得迟到精神战倒下。 目前看起来是这样。 哇,这样我们算运气很好。 他最后一只刚好是自爆磁怪。 所以我们只要挤到两个精神战, 只要打到就会, 诶,结果对手直接没档。 哇,他直接没档, 我们就拿下这一场了。 刚刚看好像没有偷到小招啦。 他路人攻击的话, 流氓熊猫是会获胜的。 那他这个挡招好像没有太大的意义在。 所以刚刚好出来那一瞬间, 电光有电到, 但是难度是比较高啦。 有进入险, 刚好流氓熊猫有压制到最后一只。 精神战终究打到。 不然他爆血王一开场就直接打两只了。 说实在, 对手这边输掉也是因为运气最后一只的关系。 好,我们就下场, 这一场又看到兵器了。 这一次看到地亚海狮。 地亚海狮的话是很难扛, 疯狂植物的。 疯狂植物比较痛。 那冰锥的伤伤力上来说是比较弱一点点。 所以可能玩家这边是没有抱喵花。 喵花直接喷了半血啦, 还是蛮痛的。 然后他中途想用喵黄来一个挡切, 挡这个疯狂植物。 反正外卖家还是忍住了。 而这边使用一个雾力炸弹下去。 雾力炸弹下去之后, 喵黄直接喷半血。 那这些喵黄是带火焰漩涡的。 那火焰漩涡的话, 这个爆炸链打到叉字符也是会重伤啦。 那叉字符这边挡招了, 结果是龙爪。 然后我们是切齐出招, 所以巨队还下去。 对方的喵黄攻击是比起叉字符来的高。 对手也挡了, 目前双方平盾。 那接下来的话, 看起来要在一个空气盾, 就能够把它拍下。 这边是没挡招。 还是龙爪, 并不是爆炸链。 那接下来空气盾。 哦,多链了一个, 还不错。 大字符这边气象上非常的好, 目前双方平盾。 优势还在我们这里。 好, 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暗影球出去。 因为目前我们等一下可以让龙王熊猫来面对到他的地牌骑士。 相对的我们的妙奥花就不会遇到他, 会比较安全一点。 那暗影球有逼到对手地牌骑士开盾。 诶, 不过很多玩家这边竟然切妙奥花上来。 哇, 这些妙奥花毒很大, 因为刚刚好气象上满用了一个疯狂之物啊。 哇, 残血出大招。 刚好气象上压得非常的低。 那最后对手的角色是骑士蝸鸟。 结果最后一只角色竟然是格斗系的骑士蝸鸟。 好, 骑士蝸鸟的话用双背空的当我们很痛, 但是我们可以用近身战直接给他一个重击。 近身战下去之后骑士蝸鸟残血。 哇, 这边有点尴尬, 血量上够不够刚好。 哇, 对手出招了。 那不过我们也看到暗小海好了。 哇, 这边真的是打得非常的艰辛啊。 因为明知近身战放完之后反而下降。 其实我们是可以把枪上击到一个近身战暗小海, 然后再出招。 相对的流氓熊猫就不会感觉有点抖。 不过最终还是有拿下啦, 算是有近无险。 好, 那么最后一场就拿下胜利咯。 那么来做一下总结吧, 我们今天看到流氓熊猫在高阶梦对战。 不过今天看起来整体上的操作并没有到非常完整。 近身战的打带跑效果并没有发挥得非常好。 但是玩家可以发现到流氓熊猫本身的一个属性上来说是二根格斗嘛。 那它是跟头巾龙相同的。 不过相对的流氓熊猫本身的坦度并没有像头巾魂这么的稳定, 而且它是蛮仰赖大招去初级的。 所以在队友选择搭配上也要有办法去压制对手的盾, 会让流氓熊猫更好试操作。 而在大招的组合以及小招的部分整体上来说跟布皇有点相似, 两者都是一个攻击不错的一个角色。 那相对的就是属性上的不一样。 那玩家如果喜欢流氓熊猫的话也能够尝试看看。 那么最后的话我们要感谢很会玩家提供精彩对战影片给玩家们当作参考啰。 那么本部影片就到这啰, 也由于目前的对战影片需要消耗到很多资源。 所以丹尼在这边甄选一下影片, 如果你有非常精彩的对战阵容, 或者是冷门小知识以及极限挑战的团体战等影片的话, 可以提供给丹尼。 除此之外如果你是对战影片的话, 建议是提供7场以上让丹尼可以进行筛选一下精彩的对战, 除此之外你要同步提供IP及角色的招式。 然而玩家提供的影片会经过筛选审核之后, 成功的话会告知玩家有上片的机会。 影片上传的部分的话之前有说是在Google云端或者是YouTube, 但是发现YouTube的画质可能不太清晰, 所以这边建议统一选择Google云端会比较好, 这边也有附助一下要怎样进行上传哦。 另外玩家如果从事YouTube频道或者是活动需要宣传的部分, 也会在影片里同步介绍, 所以我们这边就小小的招募一下咯。 玩家如果想了解更多宝可梦相关的资讯, 不妨可以订阅丹尼的YouTube频道或者开启小铃铛, 就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更多资讯之外, 想跟丹尼有更多互斗的话也能够加入丹尼的YouTube会员。 目前有分为粉丝会员以及好友会员,福利各有所不同, 玩家能依照自己的需求而选择不同的方案, 您的每一个小小支持都会化成丹尼做影片的原动力。 那么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咯!